音乐 我们上一堂课已经把转动几个角速度 还有角加速度 那讲了这个它的概念 接着我们今天来看的就是我们的 所謂的轉動慣量的部分 那我們看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轉動的kinetic energy 跟它的轉動慣量之間 它們的一個關係的情況 那首先呢 我們看到 我們說有一個物體 那這個物體呢 它沿著這個軸 再轉動 我們說它的轉動呢 如果這邊 這個mass呢是mi 那它轉動 所沿著這個半徑呢 這個就是ri的部分 我們看到的是 我們在上一堂課已經講了 如果我們現在我們的omega 是這個方向 那所代表的就是說 這個mi呢 這一瞬間裡面 它是朝裡面的vi 所以 omega close r 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說 v呢 是等omega close r 這是我們在上一堂課已經講到了 那 因為你現在r跟omega 剛好是垂直 ok 所以我的v 我直接可以寫成r omega 它的大小 那 我們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說 針對這一點 mi這一點 它的kennetic energy 那這個kennetic energy呢 在之前我們已經知道 它就是等二分之一m 就是mi這一點 然後它是vi的平方 對不對 對不對 那 你現在你看到的是 vi是什麼 vi就是ri乘上omega 不同的ri的點 這上面有n個particle 那這個particle的話 不同的半徑r 對應的vi就不同 但是omega都是一樣的 因為它是什麼 角速度 那 這個mi vi的部分 就是ri omega 平方 那你現在你看到了 這個就等於二分之一 mi ri 平方的omega 平方 那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這個 這個 omega 在轉動裡面 就相當於平移裡面的什麼 速度v ok 這平移裡面是二分之一mv平方 那 這是kennetic energy 那我們說 對應於平移的kennetic energy 這個值點以速度v在運動的時候 平移運動它的動能是二分之一mv平方 那你現在你在轉動啊 那是二分之一 那是二分之一 omega已經相當於v了 所以這個物理量 這個物理量 應該就是相當於我們這邊的m 那所謂的m是什麼 m是讓這個物體移動的難易程度 對不對 改變這個物體的難易程度 它是一個平移的灌量 所以這個物理量 對應過來的話就是 改變物體轉動的難易程度 那它應該也是一個灌量 換句話說 我們把這個灌量呢 就叫做轉動灌量i 對於mi這個值點 它就是ri的 那你現在有n個值點 所以我們要把所有的轉動灌量 因為它是存量 把它加起來 i是等於1 一直加到你所有的值點 通通把它sum起來 這個就是 總共這個物體的轉動灌量 那我們把i叫做 inertial 那它對應的是轉動 轉動灌量 所以叫做轉動灌量 OK 那假設 這個是像它這樣連續分佈的話呢 那i呢 基本上就是所有的m m 這個每一個都是一個dm 很小的dm 我說 如果這個 這個小的element 所對應的是dm的話 在這個小體積底下 它所對應dm的話 那它對應過來的話 就是等於我所有的小的di 把它sum起來 那di是什麼呢 di就是這些dm距離轉動軸 r平方 OK 這個r平方 就是dm距離轉動軸的距離 然後乘上它 換句話說 這個就是等於r平方的dm 這個就是我們 這個轉動灌量的一個由來 過著說我們所講的一個定義的一個部分 那你知道這個定義以後 你就可以接著看到所有不同的這個 形狀的物體你要去轉動的話 雖然形狀是同一樣的 但是你的轉動軸的位置不同的時候 ri就不同了 一旦ri不同你轉動的難易程度就不一樣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上一堂課舉說 你把你的比從中間轉動跟旁邊轉動 是不一樣 同樣是比 那但是它對於轉動軸的距離 ri平方是不同的 那我們現在我們就先舉個例子 OK 那第一個例子當然就很簡單了 我們說如果我們現在有一個雅鈴 OK 那這個雅鈴呢 沿著中心軸 那它沿著它的中心對稱軸的話 那它轉動的話 這個雅鈴每兩 旁邊各為m的一個指點 那對著z軸再轉動的話 我們說它的ig 你可以看到 我把sy畫出來好了 ig相當於這兩個指點對應轉動軸 那m這個指點對應轉動軸 它的轉動軸是r 所以mr平方 這個指點也是對應轉動軸 也是mr平方 換句話說 雅鈴它的這個ig呢 就是2mr平方 那你可以看到 對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對著ig旋轉 跟對的ix旋轉 它一不一樣 嗯 雅鈴 對著它旋轉 跟對著它旋轉 一不一樣 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方向不一樣 一不一樣 兩個雅鈴 我這兩隻手是雅鈴 對著我這個中間這樣轉 跟對著這個軸這樣轉 一不一樣 一不一樣 一樣了 ix 你現在對著它這個走轉 那它還是一樣的 m距離它都是r 所以ix是等於ig 那iy呢 一不一樣 不一樣了 同學搖頭了 y是什麼 貫穿雅鈴中心的 它會等於ix i z嗎 不同 因為它的什麼 轉動的半徑已經不同了 那iy到底是等於多少 那你就要看看 你現在這個球 到底有沒有半徑 來看待 ok 這是一個簡單的例子 再來我們看第二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呢 是一個 這是像索軸一樣的 環 ok 然後它很薄 薄薄的一個環 好 那我們說 它的轉動軸 一樣的 我們現在它的轉動軸就是這個環 這個環呢 然後沿著它轉動 它轉動 那環就是在這邊繞著它轉動 就ig 那我說這個環的板轉動半徑r 這個z軸呢 是通過它的沿芯的部分 所以ig的部分的話 依照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是你把所有的 di把它擠起來 那你每一個上面的 小的element 你都可以當成是dm 那dm呢 距離圓形 都是r平方 那你可以看到一個 所有的dm在這環上面的所有dm 對的ig這個轉動軸來講的話 它的r平方都不變 對不對 所以 我不會因為dm的位置r平方而改變 所以我們可以把r平方放到前面來 那所有dm你把它加起來 就是我們總共的質量大N 那這個就是mr平方 這個是ig的部分 ok 那我們等一下再看ix跟iy的情況 那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那接著我們再看下一個例子 我說下個例子的話呢 我們現在 我們把一個圓柱 那這個圓柱呢 一樣的 它是一個十星圓柱 那這是z軸 那這個圓柱是無窮長的 我們先把它其中的一小段L 那我可以看到了 在這個例子裡面的話呢 你看到的是 好 你們那個方向好像圓柱是斜斜的對不對 ok 那我們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十星的圓柱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把這十星的元素好像樹皮一樣一個一個剝下來 或者是剝洋蔥一樣 一圈一圈的把它剝下來 那剝下來的話呢 其實都是一個空心的圓柱 ok 對於某一層來講 對這一層 這一層 為什麼我要這樣子剝 你可以看到 對這一層 對這一層 的指點來講 距離這個轉動軸 的半徑 都是什麼 相同的對不對 你看到的這一個環 就好像是這個環一樣 這個環 你如果再取長一點 是不是也是mr平方 它都是什麼 一樣的環 那它的轉動 所有的這個空空的環 就是一層薄薄的環 對它來講 它轉動半徑是r的話 那它的i相對於z軸 也是mr平方 ok 好 那我們看到了就是說 對這樣的一個底人 這個是我們的底人 那你為什麼要取這個底人 因為這個底人 距離這個半 轉動半徑 都是相同的這個r 那我現在我看到了 我說我的i啊 假設我可以把所有的底i把它加起來 那這個底i是什麼呢 就是我黃色的這個 我的底i呢 就是我的 就是r 平方dm ok 那這邊是大r 這個圓柱的半徑是大r 那dm呢 基本上面dm是多少 dm就是等於如果我的密度r r是它的density 那我的密度是一樣的時候 是均勻分佈的 所以我就變成dm是我的密度乘上我小小的體積 體積就是我這個黃色的體積 那我們現在我們的dv是等於多少 dv相對於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它就是等於2pi r是它的圓周 你現在把這一圈呢 把它展開來 這一圈就是相當於這樣子的一圈 ok 你把它展開來 展開來這個是不是2pi r 這一圈2pi r l ok 那2pi r 乘上l 這是它的面積 但是這一圈是有厚度的啊 厚度是多少 厚度就是dr 我把它畫在這裡好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圓柱筒 它的體積就是 你把它展開來是2pi r 乘以l乘上厚度 厚度就是dr ok 有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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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這2pi r的r嗎 你現在先看dr是哪裡 所謂的dr是什麼意思 如果我把它畫成一個圓 這個是r dr是什麼 r增加一點點 這個叫dr 就是這個小小的一點點 叫dr 那你現在你看 這一圈 它的長度是多少 對啊 R跟為什麼 就不會是dr 厚度 這一個圓柱筒 你把它展開 這個半徑是r 但是這個有厚度的啊 你一定要有厚度慢慢慢慢慢慢 從每一個小的圓柱筒 才會累積起來變成一個大圓柱 十星的圓柱啊 我們已經在剝洋蔥了 那你每一個洋蔥它的厚度 那個薄薄的洋蔥 這個就是它的厚度 這樣了解嗎 ok 還有沒有問題 這個如果不會的話 你底下就會有問題喔 這個有沒有問題 好 很好 那我們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說 現在dV 是等於這樣子的 那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dM 就等於2πR L 乘上ρ的dr 那dI呢 就把r平方寫上去 就變2πL 我ρ 那r三次方的dr 這是我的di 因為我們乘上r平方進來 所以兩邊我要把它積分起來 那左邊積起來 就是我的total的i 那右邊呢 2πL ρ這些都是常數 所以我可以把它提到外面來 ok 那只針對r三方dr r現在是從哪裡開始積 從0開始對不對 因為它是十星的 一直積到哪裡 可以積到最大的半句 就是等於你把這個洋蔥一直積出來 所以這個就等於 2πL r 然後四分之一的r四次方 然後0g到r 那i的值 那i的值 就等於 2分之1πL r的四次方 那我們知道的是什麼 我們知道這個體積啊 其實就是等於 其實就是等於πR平方 乘上我的L 這是總共的體積嘛 對不對 所以我的 這裡面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質量把它找出來 因為我的總共的質量 m 就等於我的r乘上我的體積 πR平方L 那如果你說 v是怎麼出來 v也可以從這邊出來 你把這個積分 那這個也就等於πR平方 ok 從0g到r 這就是你的體積 這就是你的體積 ok 那我們把它換進來 把你已經知道的東西放回來 i的值 ok 2分之1 rπ 進大R πR平方L 然後這個是r的平方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大R 2分之1 mR平方L 所以現在你看到了 我的 這個轉動的 這個冠量 相對於這個十星的炎柱來講的話 我i是等於1 2分之1 mR平方 那這個結果 你可以看到 跟我這根柱子 它有沒有關係 有沒有關係 有沒有 有沒有關係 對不對 相當於就是說 我這根炎柱 我把它切成一小一小塊 它的轉動慣量 跟我是一整條的炎柱 對著它的中心軸轉是一樣的 都是1 2分之1mR平方 好 沒有問題 好 所以我現在 一個塊餅乾 我如果 把這個餅乾 沿著中心走 轉 轉動 餅乾的半徑是r 它的轉動慣量是多少 多少 是不是2分之1mR平方 是不是 OK 這個是我們看到的 那我現在我的問題 我更把它 改變一下 我們剛剛已經會 做這個 假設 假設我現在 我這個圓柱呢 是一個空心的圓柱 那這個 底面的半徑是r1 外面的半徑是r2 那一樣的 我要沿著 這個中心軸 這個中心軸 z 來轉動 那ig是等於多少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其實是它的延伸而已 那這樣的問題 你可以處理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這邊的積分連來從0g到r 你現在變成是從r1g到r2而已 那有沒有這樣就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OK 那換句話說 你現在你可以去把它算出來 這個 就等於r1的平方加r2 好 那這個 相當於是這個的spatial case 當r1等於0的時候 就是2分之1mr平方 好 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個結果 好 那這是 這是我們看到的整個的情況 那如果 其實 這個也是它的spatial case 這個情況是什麼 這個情況就是 這路後 是r1等於r2的情況 它已經變成很薄很薄一千了 所以我的i呢 就等於mr平方 就是那個case 就是這個case 也是這個case OK 好 這是我們看到的一個情況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說 那我再來看一下我說 我一根 棒子 這個棒子呢 我讓它沿著中心 那 z軸 還要轉動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說 這個棒子 如果我的長度是l 那我的質量 是r 那我們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這根棒子的轉動慣量是多少呢 那其實很簡單 概念一樣的 把轉動慣量的定義 你一定要先取一個element 這個element是 它的到轉動軸的距離是r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對相當於它 我取的 就是小小的 dx 那它距離轉動軸 它是x 所以 我們看到 我的di 其實 就是x平方的dm 那dm是等於多少呢 dm 就是等於 如果這根軸的質量是m 那它的泄密度 就是l分之m dm 那dm呢 就是等於lambda 乘上dx 對不對 所以 你把它帶進來 我們看到di的結果 就等於x平方lambdadx 有沒有問題 你說這個為什麼r1平方加r2平方 就是你這邊把它記一下 從r1到r2 就出來了 對啊 那是四次方 但是 你所有的質量 這個所有的質量是等於多少 m m是等於多少 應該知道為什麼了吧 應該知道為什麼了吧 ok 所以 任何東西只要去做一下你答案就會出來了 dm的部分 那di的部分是不是就是我們dm 是小小的dm dm的部分是不是lambdadx對不對 那小的距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距離轉動軸的位置 那乘上 這就是dm 那我們把他兩邊去積分 那積分是從哪裡積到哪裡 從哪個地方積到哪裡 從負的2分之l 積到正的2分之l 這是零點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值就是3分之1的lambda x的3次方 負2分之l 極到正的2分之l 那 i 就等於3分之1lambda 然後 8分之l3次方 減掉 正的8分之l3次方 那4分之1 就12分之1lambda l的3次方 那我們知道lambda是l分之l嗎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把它帶進來 這個就是12分之1m l的平方 這是我們的i 假設我的問題是 我現在是 這根呢 這個棒子呢 我現在 把我的轉動軸 從中心移到這邊邊 我們在上一堂個都講過了 說同樣的這根鉛筆從中心移到這邊邊 中間轉跟從旁邊轉 他藍役程度不同 那藍役程度不同就是轉動觀量不同 差別在哪個地方 一樣的你的dx 比i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你基本上下線 現在從哪裡移到哪裡 0 一直移到l ok 所以我們看到 如果是這樣子 i所移出來的結果 是1 3分之1的ml平方 ok 因為你們看到的這個是1g 就是3分之1ml 3次方 那l分之m是lambda 就出來了 i就出來了 所以現在你看到了 你沿著旁邊的轉動觀量是 比沿著中心還要來的什麼 大的 所以你看到 你把你的親筆 你要沿著旁邊轉 ok 跟你要沿著中間轉 他其實難易程度不同 那就是因為你差別在 你的i值的部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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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